風爆炸彈 又上坡有蜜蜂 崩潰啊 這應該是我蜜蜂 今年來最痛苦的比賽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國道上 沒錯,今天參加的是國道馬拉松 現在天都還沒亮 早上的五點二十五分 我們準備往起點前進 有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序的來進行出發 同時也請大家好好的來享受 我們這個一年一度的賽事 好的,大家準備好了嗎 5 4 3 2 1 請停槍 出發了 加油 出發了 哇,一出去大家就開很快 稍微找一下集團 出發真的感覺風很大 希望可以 四分數的目標要登城 前面大概三分半 我要降一點 不然太快 去城感覺逆風真的還是蠻明顯 再跳一下 3分45 第一公里 3分48 風爆炸大 風太大了 大家都一直先 更好更好 但這列車有點快 但木子 有點超出了 配速 我後面沒有幫個人 第三公里 3分57 我以為有點小集團 盡量跟著他們 現在行率已經175 我已經徹底降速了 今天的 四分整配速目標 應該有點難達到 因為我前幾天 在自行車展 有點太忙了 每天都睡三個小時 這個小時而已 第4K 4分04 我現在先降速跑自己的 因為去城風很大 跟他們3分45 太痛苦了 調整一下 5公里 4分12 5公里 只要一跟住 4分整列車 行率約到180幾 太快 升不住 睡太少的差 今天大概只能用4分15 20左右來完成 調整一下 只能調整心情了 邊跑邊看飛機 松山機場 平常都沒有那麼慢 可以 跑在高速路上 看他們過 跑國道有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看起來風景都長一樣 結果離城 持續累積 好像都 還在跑一樣的路 結果已經到6公里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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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上坡了 七公立處 四分領旗 又上坡又逆風 崩潰啊 最近是內湖了 7.5的水站有點短 跟前面相比好像少了很多桌 然後開始跑山貨了 獵人的路蹲就是 以下緩下 以下緩上 開車頭都沒感覺 跑步就困難啦 10K完成 40分42 爆掉了 最後一個上坡準備折板 終於看到一次希望 折板點到了 一旦 回程了 哇 一轉過來 瞬間都沒有感覺有風啊 那風真的是怎樣 根本跑不動 希望回程可以 把PASS慢慢拉回來 調整一下呼吸 速度有點帶不起來的感覺 一塊行率又到一八級 真的炸裂了 12K 四分十二 只有九公里 14公里 四分零三 最後7K 加油 今天狀況真的不好 連肚子都開始攪絕了 16公里水段到了 今天決定喝一下運動飲料 感覺快不行了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這邊有香蕉 四分半 16公里 17K 70分 還有機會90分內 撐一下 每公里 4分30秒 90K 剛剛那一段有點小上坡 整個心率都飆起來 哇 現在只能希望90分內跑完了 我現在只要稍微跑快一點 心率比較高 我的腸胃就會 非常的不舒服 有點想上廁所的感覺 我只能把心率調降一點 因為強度太高了 身體受不了 已經開始抗疫 現在心率大概171而已 4分30 4分40左右 最後2K 這應該是我比過 近一年來最痛苦的比賽 我表現好差 20K 4分半 84分16 最後1公里 21K 4分45 89分01 最後了 抵達中間 8.9.19 好累耶 好難 完賽了 奧特曼 還有這個 謝謝 奧特曼大浴巾 好玩了 太痛苦了 完賽 嗨 國道馬從第一次跟奧特曼聯名 不小心就會講成新店奧特曼 21K 我剛剛的成績呢 是89分 21秒 它有點酷耶 連這個毛巾都是 奧特曼的logo 有看到嗎 雖然風有點大 但今天這樣比賽真的是非常難跑 我自己在去城 原定的目標是要用4分數 也就是84分來挑戰我的半碼最佳 去城大概五六公里開始就已經沒有集團可以跟 因為前面就3分45 後面就大概到4分10到15秒 4分整我一直到遮反點 才真的有遇到有一團速度是4分數的人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已經爆掉了 因為過程中 去城的風真的是大到不行 應該是我 跑過有史以來最大最大的一次風 比台北馬拉松在環東大道 這兩年的風都還大 你必須要很用力很用力的維持 才可以維持在那個配速 但心率啊 都比原本的平池的這個心率快了大概10下 就我平常可能用4分數大概是165左右 我剛剛已經到175 快180 甚至到遮反點的時候 那時候為了維持都還是4分05 4分10秒 心率都到190 我後面回程真的是跑不動 而且今天就是跑起來的過程 有一點點不適 可能是前幾天我去自行車展 然後時間蠻長的 然後身體有點疲勞 那狀態沒有很好 而且睡眠也沒有很充足 大概只睡兩三個小時 所以腸胃有點腹瀉 我今天來的時候 就已經先去上兩次廁所 然後感覺已經上乾淨 結果一出發 又覺得肚子開始痛 然後怎麼跑都覺得強度只要一高 心率過快 我就會覺得快要拉肚子了 然後所以我回程 只能盡可能的降低速度 然後目標從原本的84分 下修到90分內完賽就好 那還好最後是有達成目標啦 那回程的時候 我就大概從4分半 一路慢慢降到4分40 4分50 有點像是當手操了 因為我跑到後面 可能也是有一點時間 沒有自己拿GoPro 有點不適應 所以我的左邊肩膀 就是右手拿左邊肩膀 擺手的狀態 有點帶長 到後面左邊肩膀一直快抽筋 手是有點擺不起來 所以你們看影片 可能看到我手一直這樣甩 是真的已經跑不動了 但整體來講 今天應該是我 近一年以來 跑最差的一次 我覺得跑最差的一次 在於前面幾天太累了 然後對於身體的這個 恢復效果沒有掌握得很好 然後一開始有點太高估自己 所以其實配速有點 抓得太快 當然天氣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在國道上 完全沒有就是 幫你遮風的地方 去塵大家很痛苦的 而且都排成一個直線 盡可能互相躲風 然後來輪車 但是根本後面 大家都撐不住了 因為風真的太大 所以跑全馬的選手很痛苦 因為他們要經歷兩次的大逆風 但回程順風就感覺真的差很多 完全沒有感覺到風的感覺 你會一直被風推著跑 但是其實 我覺得國道馬沒有很好跑 今天是沒有什麼太陽的狀態 是風很大 但它隱形的 會有那種微微的往下往上 往下往上 所以你的腳會有時候在加速 有時候又在爬坡的那種疲勞感 是蠻快會把自己弄爆的感覺 當然可能我自己能力不足 但是 就當做練習吧 至於距離倫敦馬拉松 還剩下大約六到七週的時間 接下來盡可能的把狀態慢慢調整到位 以現在這樣來說 可能跟台北馬前的 我覺得渣達馬長榮馬那時候的感覺差不多 應該比較像渣達馬 用90分內跑完是輕鬆的 就是我今天去塵跑完 這樣回程慢跑 4分半5分還可以跑90分內 我覺得整體來說 狀態不錯 但希望可以慢慢把距離累積起來 然後在4月中 4月20號的倫敦馬 可以有好的表現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來跑 國道馬拉松的這個心得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考慮一下 如果要破這一家的話 這場可能要看運氣 因為今天風很大就不好跑 聽說如果太陽很大的時候 也會很難跑 因為它完全沒有遮蔽物 但我覺得跑在國道上 是很新奇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是精英選手的話 也可以挑戰全馬的組員 因為它4小時 它會把國道關閉 然後回給高速公路的這些用路人來使用 所以你必須要4小時內完成 才可以在全馬中完賽 那半馬就比較友善 半馬就還OK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信息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後退位 後退位